海贼王,大混战,言宰禁的种族身份即将揭晓 海贼王漫画1022话最新情报已经出现了 据情报显示,本画是一场激烈的大冲突 上一画里,随着凌空六子最后一个战力黑玛丽亚被击败 战场是脚转移到其他的对决上 主要的对决点就在凯顿的两大看板和马尔科,山士,索隆的对决上 马尔科从近的攻击隐隐认出了近的种族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战场上的战力已经消去得七七八八了 凯多这边凌空六子已经全灭了 现在对决的中间力量落在了凯多的三大看板身上 之前福兹福和穆还想挑战三大看板,取代他们的位置 现在看看来事实证明一切,凌空六子的实力相比以三灾还是差一大截啊 三大看板中 三大看板中除了杰克之外,严栽锦和一栽奎林一直被马尔科牵制着 不然放着这两个重量机人物这场混战中,将陆飞这边各个击破,那真的完了 作为曾经白胡子海贼团二把手,马尔科确实有这个实力可以和两个大看板周旋 但是要赢他们也不容易,就这样一直交着着 在情报中,近趁索龙无法动弹的时候,对骑士出了火焰攻击,马尔科随即挡住了这一波攻击 马尔科随即挡住,很久以前就听说过,在红土大陆上生活着能发出火的种族 由此可以看出,近的火焰攻击不是恶魔果实带来的效果,而是天生自带的 由此,近的种族之谜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大妈之前说过,她的万国还缺少三个种族,近的种族就是一个,具体种族身份没有明说 大妈重义近的身份,向她发出邀请,让她加入她的麾下 敢当着凯多的面挖人,也只有四皇这样实力的人了 近作为凯多海贼团的二把手,实力强劲,虽然出手自主不多,但每次都非常人的强势 第一次出手就和大妈海贼团全团干阿起来,最后成绩会将大妈全团的人踢到瀑布下面去了 导致了大妈落海失忆 关于近的身份,之前有人猜测她是空岛人,因为从她的翅膀上看到了和空岛的相似性 但她总是带着一身盔甲,带着一把武士刀,翅膀也是黑色的,又有些争议 现在从马尔科的话语中看前面争论,直打脸面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